大家好,我是Mr. Munso 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HKDSE 2019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ssion A Question 28 請看畫面的訊息 第28條是提及可能性 一提及可能性 就是一個分數那麼大 上一格數是所需事件 即是我們關注的事件 下格是Total Events 即是所有可能的結果都要數出來 首先看看Pool Pool有9個波 所需事件就是要選擇兩個連續號碼 如果純粹用組合來考慮 1、2就是一個 連續號碼 Consecutive Integers 2、3就是另一個 我們數一數就有8個 OK 所以我們就說 上格Favorable Event 我們就是放8 下格 9個波裡面選擇2個 我們會用Combination 就是9C2 一算出來 就會算到E over 9 那就算完了 不是啊,Sir 我不懂NCR 怎麼辦呢 我們有些土炮的方法 我們可以這樣想的 我們逐個逐個波抽 下格就會是 9乘8 因為我們計算圖 都知道是這樣 但是上格Favorable Event 即我們所關注的事件 就不可以說只有8個 或有16個 為什麼呢? 你不是每次都抽中1 然後抽中2 你可以抽中21 1、2這個組合 另外那8個組合 都有這個情況 所以Favorable Event 現在就有16個 這些組合 OK 那下格剛剛說了 我們用樹圖 數字的方法 都知道是9乘8 最後我們都是計算到 2 over 9 那就算完了 多謝大家 好,白頭公女話 2018年有條商約的題目 我當日就選取了NCR 如果不用NCR的話 又要逐個逐個數 這樣都可以 興趣的大家看看 16年那個我們都是要數場景 16年那個就是玩Expected Value 期望值 15年那條也是數場景 很近次的 2015又玩期望值 Expected Value 有什麼找我 好,這次的經文送給大家 我只能夠教你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你生命 有緣我們在樓下市 大家在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